9月28日下午,小金文晒出了和女儿子背影,并且俏皮的说道,把你保嫁回去了,臭小妞,你就是两个妹妹最好的大礼物了。 这话真的是好宠妮啊,相信很多同学知道,恩哲的妈妈是高颜值的大明星,都会很羡慕吧,而且这背影确定两人是母女,而不是姐妹吗? 这个角度拍的贾静文脑袋很小,腿也很短,看起来和恩哲就像是同龄人似的。 虽然离婚的时候,贾静文同意自己不会公开晒女儿的正面照,但是并没有说女儿不能晒自拍。 到了晚上,恩哲也分享了和妈妈的童话照,贾静文真是既年轻又照亮,还比剪刀手,那么跟朵花似的。 恩哲都遮嘴,也非常清纯可爱,恩哲现在已经是初中生了,在上海就学,大概是十月一日放假。 所以贾静文就从上海把女儿接回家,几个月才能见面一次,母女俩再次团聚,一定有说不完的话吧。 母女俩很快就回到了台湾,恩哲发疯感慨,回到台湾了,开心,妹妹们都长大了,可爱,本丝们早已料到姐姐回家,一定会和妹妹们拍合照的。 果不其然,恩哲当天就晒了出来,让人搭宝眼福,恩哲姐姐抱着布布,两人十分亲密,布布挖着小脑袋,害羞的微笑着。 这次布布好像哪里不一样了,是的,布布之前的刘海都被疗上去了。 其实布布确实不太适合刘海,就像不少网友说的,那样,刘海遮住了布布的灵气,姐妹俩越来越笑了有木有,感觉这段时间没见布布,布布瘦了好多呢。 波牛,可爱的波牛,大家期待的吃货波牛终于重新相呼,其实波牛现在还不太记事,所以有时候都不认识自己的姐姐,毕竟没有朝夕相处在一起,真让恩哲很是伤心。 所以回到家后,和波牛好好培养感情,以免被遗忘,是恩哲偷的重要的大事了。 波牛和布布小时候一样,也扎起了高高的冲天变,准备虚长话了,萌萌答波牛真是越来越秀气了。 记得参加《妈妈是超人》的时候,布布被神仙老爷爷,问到家园都有谁的时候,布布差点忘了说恩哲和把假经文给集坏了。 好在布布很快又想起来了,说姐姐夏天暴暑假,那才会回来。 姐姐对布布好,布布对波牛好,三姐妹相亲相爱,扔着水汪汪的大眼睛,齐刷刷的看着镜头,实在是让人觉得暖心和感动。 有三姐这么过巧贴心的小棉袄,小经文自己又一只般年轻,保养的那么好,真是个幸福的人生大赢家。